说人情冷暖,素时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脆化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晚,陈芙蓉前妻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家 对我叫嚣,骂我虐待她的好儿子 我与她争吵了几句 陈芙蓉冲过来爽快地赏了我一巴掌 指着我的鼻孔让我滚去煮饭 当我的脑袋从一片空白的震惊中清醒后 一个坚定的想法开始在我心中蓄谋 33岁那年,周围所有同辈都结婚生子了 别说父母替我交集 就连我自己也急得如上锅蚂蚁 之前谈过两次恋爱都无疾而终 后来,亲戚朋友也给我介绍过对象 均不如意 终于拖到33岁 我不得不面对现实 那年,大姑姑给我介绍了同城的陈芙蓉 42岁 黎毅带着9岁的儿子 在她表兄的公司当司机 大姑说她为人很老实 从不在外面鬼混,姐妹都外嫁了 家里的老房子等同就是她的了 陈芙蓉有点秃顶,收入才2000多 其实我是不满意的 但想到自己真的不能再挑了 对方好歹还有个房子 于是勉为其难匆匆把自己嫁了 一年后我生了女儿 以为幸福终于展露头角 却不知道一地鸡毛才正起飞 陈芙蓉真的很老实 每月领着微博的薪资蹲在家里打游戏 几乎不外出 婚前有老母亲 料理家务 婚后她妈就甩手给我 自己打牌去了 到点儿才回家吃饭 孩子出生那会儿 她仍窝在家里打游戏 才到过一月两次 一直到孩子断奶 她也就两次夜里去冲奶 第二天还要找她妈发牢骚 婆婆大嫂就守在厨房 边看我弄早餐边教育我 说不要让陈芙蓉半夜照顾孩子 她白天要上班 我说我不也要上班吗 她阵阵有词 说女人 服侍孩子和丈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倒过来成何体统 我想说大清早亡了 看她一副判官模样 顿感无奈 有一次孩子发烧 我一个人整夜折腾 陈芙蓉呼呼大睡 完全没当回事 孩子高烧不退 我让她骑模特 送我们去医院看看 她劈头就嚷 明天不用挣钱吗 自己打车去 自从生了女儿之后 我的生活简直可以用陀螺来形容 陈芙蓉下班就只会打游戏 坐等我去婆婆的牌桌上 接孩子买菜回家煮饭 看我 照顾孩子 操持家务 折腾得腰酸背痛 她也无动于衷 花费上陈芙蓉也分毫不拔 奶粉尿片用完了 她不管不顾 我抽不出空 就让她去买 她居然向我拿钱 说她钱花光了 最吐血的是 她儿子原本就不带点我 自从我女儿降临 她更是整天找茬 陈芙蓉对儿子也不管数 婆婆重男轻女 总是护着这毛孩 还反过来 指责我这继母心胸狭隘 不安好心 面对这样的局面 我深感憋屈 可路是自己走的 能怪谁 我原是外贸专业 后来觉得有压力 改行到律师楼 做了一名轻松的行政委员 一做就是十个年头 一把岁数才猛然意识到 自己无意申放弃 整日感觉到自卑与恐慌 才将就着嫁了这个男人 以为有了男人就有了归宿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前面享受了生活的田 后面就要老老实实 吃生活的苦 磕掉的牙齿或血吞 然而有时候真的很崩溃 那天晚上 陈芙蓉的儿子 在我扫地的时候 把瓜子果皮扔得满地都是 还故意往我女儿身上扔 我喝住她 拍掉女儿身上的垃圾 让陈芙蓉抱女儿一会儿 我好迅速清理厅堂 不料陈芙蓉游戏正打得火热 女儿在她怀里没能安稳 嚎啕大哭 惹得她心烦意燥 很快就输了游戏 她一把扔女儿在沙发上 只对我的鼻孔叫嚷 你干嘛 孩子可不看好 我娶你回来作孽吗 原本就涉嫌疲惫着我 被她这么一吼 火也冒上来了 说 就一场游戏你至于吗 女儿就没你份吗 见我顶撞 她更凶神恶煞 歇斯底里地吵我发脾气 仿佛要把我生吞活泼 婆婆跑了出来 问都不问 就斥责我不守本分 吵得鸡犬不宁 粗鲁地推了尾巴 让我把女儿抱出去 混安静了 再进屋 这晚我拖着一身疲惫与心酸 在清冷的夜色中 躲避在街尾的榕树下 紧紧抱着女儿流了一夜的泪 不明白我为何要遭这罪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凶猛 婆婆在去打牌的路上 滑倒骨折了 住院了 我要在医院陪护 只好白天把女儿送回娘家 下班再接回去 让陈芙蓉带 还要买菜煮饭煲汤 急匆匆的八几口饭 就赶去医院送饭 陈芙蓉带娃 一边抱怨 一边骂 我几次听到 电话那头孩子的哭声 心情不能太酸爽了 在医院折腾了一个通宵 早上伺候好婆婆 回到家 一屋惨不忍睹的凌乱 饭桌上前一碗的碗碟 还狼急的等待着我去收拾 陈芙蓉打着哈欠 从房间里出来 催促我做早餐 我气打一处来吼她 我伺候了你妈一整夜 回来还得服侍你儿俩 那是你妈 不是我妈 是我将你服侍她的吗 不想干就别干 干了就别那么多废话 她说完就碰的 关上洗手间的门 留我一个人无语问苍天 房间突然传来 女儿的哭叫声 我急忙跑进去看究竟 只见陈芙蓉儿子 扯着女儿的头发 拿剪刀再剪 我惊叫一声 冲过去打掉她的手 一把抱过女儿 就甩了她一巴掌 刚好她额头撞在墙上 瞬间起了个包 紧接着呢 哭叫得撕心裂肺 一大一小的嚎哭声呢 叫我崩溃 我闭上眼睛 忍住夺况的泪 抱了女儿就躲门而出 我不想再管这一屋子的凌乱了 把女儿送到我家 就去上班 这一刻上班成了我唯一的解脱 晚上下班 我在门外 就听到屋里有女人在吵闹 是陈芙蓉的前妻 果然我一进屋 她前妻就张牙舞爪 对我喷了起来 说我黑心肠 她儿子品性温顺 就受我欺负 女儿子这么好 你自己带回去养啊 我气急攻心顶回去 你们陈家的儿子就赶你们养 凭什么我来养 她叫嚣 是你儿子 又不是我儿子 凭什么我来养 秃得陈芙蓉怒吼一声 冲过去狠狠就晒了尾巴掌怒吼 轮得着你说话 管着你煮饭 被打得也冒惊心 我震惊地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嘴 脑袋一片空白 直到嘴边一针腥味 我才知道嘴角被打裂了 她前妻仰起嘴角冷哼一声 翘起手得意地看我下台 她儿子在旁边嘚瑟地 朝我摇摆着身体 我呆呆地看了这场面一会儿 随一手抱女儿 一手拎菜走进厨房 耳边传来那女人的耻笑声 不挨打都不晓得 自己算哪根葱 活该 我沉默着煮饭 炒菜 煲汤 搅拌锅底的汤 看着旋转的汤叶 我仿佛看到自己过去的生涯 正随着这漩涡 一起旋进滚烫的陌路里 回头看到女儿坐在矮凳上 咬着大拇指 无故地看我 见我看她 天真的张开小嘴朝我笑 我收住眼眶中的眼泪 紧握汤勺的手关节呢 都在泛白 目光冷冽地看了外面 背对着我的那三个人 一眼继续料理眼前的一切 隔天 我在众人的诈意之下 顶着一张红顿的左脸 去上班了 我的老板是律师楼的股东之一 在职场干亮威风 对手都叫他 煞新阳 他与我通灵 好几次 我顶劝助理 帮他忙 他说 以我的能力 做一个小行政 太浪费了 有意提携我 我一直没当回事 深知这碗饭不容易吃 也不软意 承受焦头烂额的压力 还有什么比此刻更焦头烂额的吗 我摸了摸滚烫的脸颊 敲开了他的门 从此 生活依旧继续 然而除了女儿之外 我对一切都不再上心 我在这个家 做着一个沉默的佣人 每天早晚 背着女儿 一边炒菜 一边看书 一边拖地 一边听录音 整整一年 天知道我到底经历了什么鬼 在杨律师的帮助下 我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成为了她身边的 见习律师 后来 在一次开庭中 遇到陈芙蓉的死党 她对我刮目相看 浮夸地喊我刘大壮 家里人才惊讶 我真的在这行混开了 婆婆演发精光 问我工资怎么没涨 我说这个月开始涨一千 她才满意点点头 自从得知我升职 收入超过了她 陈芙蓉就整天一样怪气 看到我在学习 就讽刺 呵呵 刘大壮 这年衡阳的冬天特别冷 陈芙蓉生日那天 有几个朋友要过来吃饭 她让我早点买菜 回去招待客人 公司有个案子 耽误了时间 我冒着雪雨 匆匆回到家 屋里的爷们 打牌打得火热 一看着我 都纷纷地夸张地 向我敬礼喊刘大壮 其中一个揭笑道 容国以后 打断腿 都不用愁米饭了 我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只见陈芙蓉跳起来 手里的茶杯 往地上一砸 怒道 谁给你胆子这么吃回来 还不滚进去弄吃的 信不信我 欧断你的狗腿 她精心暴露 朋友们 一个个的充当合适了 我低头藏起嘴角的轻蔑 抓起菜 转身就要进厨房 给我把地板扫干净 她蛮横道 我放好菜 拿了扫把 就去清理 厅堂被她砸碎一地的玻璃 她在众人面前嘚瑟 大壮 我呸 在大爷我面前 还不是连狗屁都不敢放一个 这晚 我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 全程 背着女儿在周围服侍 一句怨言也没发 第二天一早 我从厨房弄好早餐出来 见陈芙蓉 难得地坐在沙发上认真看资料 心里正要耻笑她转了死性 不料却看到 她脚边躺着我的公文包 我暗叫不妙 上前一看 她果然在看我今天开庭的资料 我想夺回来 她手一扬 用文件打掉我的手 开庭的文件是要保密的 你不能看 在我家里的东西 我就能看 昨天就为了这一破事 丢了我的脸面是吧 至于吗你 我脸色藏不住的轻蔑 被她看到了 她恼羞成怒 当场大啦啦的撕碎文件 撒花一样 撒向空中 陈芙蓉 你疯了吗 我冲上去 迎接我的 是一脸从天而降的碎片 把我最后一丝尊严 也撕碎 她一脚把我的公文包 踢得老远 娇嚣 我让你开庭 看你如何了不起 我深呼吸一口气 早餐都不吃 就抱了女儿去我妈那里 接着赶回公司 重新打印资料 赶紧按昨日的思路 再备注一次 赶到法院 总算没有耽误正事 上午顺利处理完 客户的案子 下午我约了杨律师 谈另一件更重要的案子 这天下班 天空开始飘起雪来 是今年第一场雪啊 真是好兆头 晚上服侍这家人吃完饭 我擦干净桌子 把一份文件摊在陈芙蓉面前 婆婆凑过来 想看看是什么 因为不识字 只好叽叽地掉头看电视去了 陈芙蓉看到封面上的标题 先是错愕 紧接着抓起文件 就往我脸上甩 暴怒道 你也配雪人离婚 还用力戳我的头说 想都别想 你这辈子都注定要给大爷我 端西角水的 我奋力推开他的手 冲进厨房 抄了两把菜刀 出来就往桌上用力砍了一把 刀锋顿势入目三分 唬得在场三倍人张口结舌 我紧握住另一把菜刀 对着陈芙蓉的门脸压过去 叫嚣谁不会 老娘我现在不是来咨询你的意见 你要离离 不离 我也要你离 我菜刀往前一扬 陈芙蓉往后一退 从未见过我这阵仗的他们 完全是吓呆了 不离是吧 我把刀往桌面一拍 抓起被扔在地上的离婚协议书 就撕得粉碎 一把扔在他身上 抄起菜刀继续叫嚣 老娘好生让你离 你不离 明天给我坐稳 等法院的传票吧 是的 我终于动手了 事实上自从当日陈芙蓉 赏我那一巴掌开始 我就蓄谋着这场离婚 原本计划等女儿上了幼儿园 时间好支配点才走这步的 偏这男人等不及 非得逼我下手才满意 陈芙蓉当然不肯离婚的 婆婆也到处唱摔我 于是一场诉讼大战摆上暗堂 我师父杨律师亲自为我操刀 该拿的不该拿的全给我拿了 不费车辉之力就完结了事 我带着女儿自由了 酣畅淋漓 还真后悔没提早干这事 我毫不犹豫 班里那个西人写的 潮穴 白天让我妈带孩子 下班再接回去 离婚我妈已经意见很大 现在还要她带我女儿 她当然不好说话 我把先前每个月花在那家的费用转给她 她立马闭嘴 自从当见习立实了以后 我的薪水就翻了三倍 我立马把工资卡换了 以还款为由 把大部分收入转进我妈的账户上 只拨他们以为的收入 回原来的卡上 自从嫁进去 婆婆每个月都要查我的账 算着我的收入来吃喝 还要我补贴她打牌的钱 其实后面我已经成为了职业律师 深得师父真传 又格外的执着卖力 收入自然水涨船高 只是都瞒着离婚一生效 我立马拿出攒出的钱 再到娘家凑了个首付 在城中心买了套房 早就看好的学区房 现在住的是说不出的畅快 不料这日我那前婆婆 却好生好气的登门拜访 她哪里想过 这辈子能住电梯洋房 还带空中花园 一进门就乐呵呵的到处打量 活像给自己看房子一样满意 我张口一声阿姨 闭口一声前夫 才把她拉回现实 她苦口婆心的说 贫贱夫妻百事安逸 以前我想护你也没法周全 现在你赚钱了 一家人自然就容易过了 呵呵 护我 没往井里扔石头就不错了 说白了就是没钱花了 约人走了 家里大爷少爷没人伺候了 以前所有生活开支都是我出 吃喝拉撒从没亏待过他们一家 我走了以后 就陈芙蓉那两千多的收入 这老富嘴皮子被我养肥了 回不去咸菜白粥的日子罢了 芙蓉她好歹是你丈夫 她死心不惜 不好意思阿姨 那叫前夫 我微笑地纠正 她脸色一绿 严肃道 做人不能这么自私 孩子需要父亲 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我不急不徐地说 孩子很重要 可我也很重要 她还没有搞懂我话的意思 我就起身送客 阿姨请回吧 我到底儿接女儿了 关上门 我抬头 看着落地的窗外 嫩绿的春牙 正长得蓬勃 身心舒畅 钱我能挣 孩子父母我能养 吃力不讨好 去养这么一家神经病 我是疯了吗 这个时代女人的归宿 不再是男人 而是自己 过去的错了就错了 懂得及时止损 重新铸造自己 才有余力拥抱新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